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星期二有兩場巴甲賽事 其中早上就是山道士主場迎戰 Guaaba Guaaba作客戰鬥力不錯 金像作客跟四輪亂賽主場勝負參半的山道士 Guaaba獲得一分應該不難 另外這場賽事安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山道士今季整體表現不太好 三十一輪他們只取得十勝七和十四輪 有三十七分排在積分榜中下優位置 而且比降班區域只多三分 對於這支巴甲,豪門來說這表現不夠 主場戰鬥力不夠強悍 是山道士戰績欠佳的主因 賽季至今他們主場勝率只有四成 而後防線崑牆失球數高達1.53個 是巴甲主場防守第三差的球隊 但利好的是山道士近期狀態有所回憂 上將後衛祖基姆斯華和中場 丹利利華拉各見一攻擊敗法林明高之後 球隊最近三輪聯賽贏了兩場和一場 另外在最近一次主場迎戰Guaaba的比賽中 山道士4比1痛擊對手 今輪迎戰狀態不及自己的Guaaba 山道士有望保和真勝 陣容方面前鋒盧卡斯布拉加上將 拿紅牌金將要坐波監 後衛菲立比祖拿芬 以及前鋒摩里路斯因傷缺陣 另一邊Guaaba 無論是球隊底穩或是球隊榮越 都不及山道士 單論今季整體表現來說 但就好過山道士 從攻防兩邊來看 Guaaba的進攻和山道士不相百中 但防守演出就好過對手一個檔次 球隊崑長式球1.1個 山道士這項數據高達1.77個 最近巴倫巴甲古Aaba 又多達4仗 能保持0失球 合共止失5球 這個穩固的防線演出 是球隊金將得分的最大信心所在 另外Guaaba今季作客勝率接近5成 是聯賽中作客勝率第二高的隊伍 而且最近兩次聯賽出戰球隊都能0風取勝 其中最近一次作客憑著前鋒比達一戰定江山 戰勝聯賽帶頭的寶地花高 即是金輪輝軍近方回勇的三道士 Guaaba應該都能至少保住1分